雖然說這個目前啦 確實是相當缺貨 其實我從10月份我知道這台機器 要正式的推出 我其實一直在關心 也很開心我能夠在 今天這個體驗會之前 我就有機會可以使用這台機器 那 看這個標題 它可以在三屏的空間 讓你體驗到 一個很大的畫面 這個其實在很多 就是很多人的印象裡面 就是你要很投影機 你的空間可能就是要7坪 10坪以上 那這就是這台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那大家就會想 現在這個 液晶平面電視這麼多 而且我們也知道最近 由廠商和這個 第四台的業者和這個電信業者一起合作 推60吋電視 一個很雖然是很殺的價格 那我為什麼要看 像投影機呢 其實大家想一想 60吋的電視固定就是60吋 所以你在擺設的空間上 你就要先去思考 我有沒有地方可以擺60吋的電視 而且其實它不是只是60吋的一個表面積 因為它的 電視都有一個角座 角座其實也是很佔空間 那你說我可以掛在牆上 沒有錯 但是相對的限制也比較多 那一面牆就是為了那台電視而存在 那投影機呢 就好像我們講 這一台它可以在三明的空間投100吋 那我要它更小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可以把投影機往前移 我如果要它更大 可能達到120吋 150吋 也可以 我只要把我的空間夠大 我只要把它往後移就好 這就是為什麼 其實我還蠻 我真的很建議說 如果你喜歡看電影 喜歡享受大畫面 投影機絕對是你 我二的選擇 那再來呢 這台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的價格是相當的合理 而且以目前來講 它確實是在市場上 一個最優惠的價格 我們去想 我想前幾年 日系廠商有推一些這種 比較大型 百寸的電漿電視 可能各位對那樣子的一個電視都沒有去了解過 那因為我實際上我在 我跟這個家電葉子 我有討論過 就是那樣子一台 百寸的電漿電視 我如果要裝的話 我要多少錢 那它電視的定價是135萬台幣 可是因為它 這麼大一片面板 要能夠裝進去 所以加上安裝的費用 大概要190萬 相當的驚人喔 可是你想我們今天 在會場這一台 一樣可以投到100寸的畫面 它4萬元有漲 你就可以擁有 這也是為什麼我很推薦投影機 因為你要在平面電視上面 享受到一個這麼大的畫面 你所要投資的金錢是相當高的 然後你如果把這樣的預算 用在買投影機上面 你剩餘的其實都可以加強 你在音響的部分 特別是現在 這種高畫質藍光的電影 幾乎都是七點一聲道 而且是無壓縮的音訊 那你要聽到一個最好的音效表現 你當然是需要一個好的音響設備 所以說 BenQ的這台投影機 真的就是非常強 而且我們實際也去算過 基本上呢 投影機它大概比較重要的 耗材就是燈泡 那目前來說 以一顆燈泡 大概以BenQ這台來講好 它一顆燈泡可以使用6000個小時 所以 我們假設以看6萬個小時來說 它一顆燈泡 然後普遍來講 劇院型投影機的燈泡 因為我實際上並沒有去瞭解這一台 但是我知道差不多就是 大概1萬元以內 你就算加上燈泡的錢 你就算加上燈泡的錢 看6萬個小時後 也不過才10萬塊 可是100吋的電視就像我講 你裝到好要190萬 然後呢 現在的劇院投影機 它其實因為為了讓 一般人都能夠在 未經專業設計的空間內觀賞 所以它的輸出流米比較大 就像W1070它的輸出有兩千六米 實際上在一般的室內 我們假設這家裡可能有用 日光燈 可能用兩三顆的這個省電燈泡 當作照明 你就算在開燈的情況下 讓它以標準的亮度輸出 你其實是還是可以 看得清楚它投影出來的電源化 那再來就是 投影機 它是可以移動的 就像我剛剛講 拼命電視它一旦放在那個位置 我想你應該不會想要動它 你可能想說 還要搬到房間去看嗎 不可能 我放在客廳就放在客廳的 那在房間要看怎麼辦 好吧 那我就再買一台 那你的成本來就增加囉 可是投影機呢 假設你今天不是把它 像會場內 他們本身的投影機 是可以在天花板上 那其實實際上用投影機的玩家 有的它其實是放在這個桌上 那要用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線接上去 我就可以看 那這個代表什麼 我今天如果想要在房間看 我就把它倒到房間去就好啊 而且因為HDMI現在 可以支援HDMI輸出的設備越來越多 我手機也可以輸出HDMI訊號 筆電也可以 所以我其實可以在我家裡面的任何一個空間 我只要有一個牆面是白的 或者說我有一個小螢幕 我就可以任在所有的地方享受我的投影機 這也是投影機相當優秀的一個特質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BenQ的W1070 這樣子的一些特質 譬如說3米的空間 那這個3米空間是怎麼算來的呢 因為它從100吋的畫面 最短距離是2.5米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這個3米的空間大概就是3米乘3米的一個平方公尺 所以說2.5米當然囉 這個在3米的空間內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再來 它的這顆鏡頭很特別 一般人可能對短距離鏡頭沒有太多的了解 我大概解釋一下 短距離鏡頭最早其實都是 比較常用在一些商務用的機器上面 那商務用的機器呢 它都是裝定焦鏡 就是它不能夠變焦的 所以你必須受 常常你要調整畫面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這個 自己把機器前後移動 非常的麻煩 然後那這一台 它有1.2倍的變焦 所以說你在架設的時候 你的這個距離的控制上面會更自由 那再來就像剛剛這個王經理提到就是說 它有垂直移軸的功能 就我所知 短距離鏡頭有垂直移軸功能的非常少 幾乎是沒有 在我擔任這個評測工作那麼多年下來 我測過的短距離鏡沒有一台可以做移軸的 所以說它讓 就是說 BenQ 在為使用者的思考方便性上面 其實做了很多的考量 那當然也造就了這一台 讓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推薦的運用 然後它有兩組 HDMI 輸入 像如果你常常都會使用到一些高畫質影音的設備 你就知道反正有一台可能就是藍光的這個放影機 我一定要接上去 然後如果你喜歡玩 Game 而就像現場 今天就有 Game 片要大家玩 那當然我就還需要另外一個 HDMI 的 POPE 所以說有兩組也讓你在使用上面 可以增加線電力度 而且它本身有搭載一個喇叭 那大部分有稍微玩過這個劇院投影機就知道 劇院投影機通常都不配喇叭 為什麼 因為它覺得你就是會有音響嘛 為什麼要在投影機上再裝喇叭呢 可是 BenQ 在這一點你就考慮得非常的細心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只是 我把這個投影機就像我這樣 我可以移到房間去用 那我難道把整套音響翻過去嗎 不用啊 因為我就有喇叭 所以它就直接可以播放出音效 那再來就是 Smart Echo 這個節能科技 現在因為這個地球暖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很注意必須要節能 那它這個特別的地方就像剛剛王經理講的 因為它能夠去依據你輸入畫面的這個資訊 它去控制 當畫面比較暗部居多的時候 它就可以減少燈泡的亮度輸出 如果在這個畫面亮度居多的時候 它才讓燈泡的輸出增加 這樣子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電能的損耗 然後呢 也非常有效的減少燈泡的損耗 而且這會帶來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是你在看投影機的時候 都是暗部的情況下 它黑得很沉 你會覺得整個畫面非常穩定 當它需要高亮度的時候 因為它燈泡輸出的亮度夠 就會覺得這個對比度相當的漂亮 這就為什麼說 這個Smart Echo其實不只是在體驗能 對於整體影像的呈現 都是相當有幫助的 更何況它延長燈泡的壽命幾乎 就到了6000小時 就我知道一直到今年的中旬之前 大部分投影機的這個最長的壽命 燈泡壽命大概就是4000到5000個小時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技術相當的好 那ok 接下來的重點比較出現 因為其實不管是電視或者是投影機 只要是顯示型的器材 我建議各位拿回家之後 一定要稍微做一點點功課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內部的參數 其實都是針對大眾的環境去思考 可是每個人家裡面用的這個燈光 你的空間大小 或者是你對於影像的喜好都有一點不同 所以你可能進去做一點小小的調整 就可以讓這個機器更符合你喜歡看的影像效果 而BenQ這個部分也相當的人性化 為什麼我第一個就放這個參考模式的功能 如果你們回到家打開自己的電視 你就會發現一進去會有一個影像調整的這個部分 那影像調整呢 它裡面有很多選項 都是這個屬於他們出場的設定的 那通常還會有一組是可以讓你自己調整 可是你自己調整 可是你自己調整 你就會 我要怎麼調呢 我可能不是很 對這個調整畫面不是很有概念 所以說BenQ在裡面放了一個參考模式 這個前面的動態標準的劇院 其實都是屬於他們出場的時候 就已經設定好的參數 那你只要在參考模式裡面選了以後 你回到主選單 它就會有這幾個參數在那邊 然後你再依據這個參數做一點上下的微調 你就可以調出你自己想要的畫面 比你從零開始 它幫你省了很多功夫 而且它有三組用戶的設定 那這三組呢 包括它有兩組HDMI輸出 你可能一組就接了Player 一組就接了Game 那這兩個需要表現的這個 影像的對比度 或者色彩的先例度 可能不一樣 我可以預設好兩檔不同的畫質參數 在我切換到那樣的一個訊源的時候 我就可以馬上切過去 享受到最好的畫面 那它有兩個 它其實這兩個色彩管理的部分 我要稍微說明一下 色風微調的部分 其實它就是一般我們 可能拍照的人就知道 有所謂的白平衡 那在顯示器材上面 也有所謂的黑平衡 這個白平衡就是說 在亮部的部分 我們要調到一個 正確的RGB的配合 那暗部有時候 會有雜色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做一個調整 那這個部分 倒不是機器本身的問題 有時候是因為 你使用的環境 你使用螢幕 可能會導致這個顏色稍微有點偏 那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調整 那色彩管理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色彩管理 譬如說我們人的膚色 我們知道 東方人的膚色 可能就比較偏黃一點點 那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針對 可能紅的黃的這個顏色 然後去做色調的調整 這個色調的調整 其實是非常的細微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說 你對於影像 可能比較有一點了解人 再去玩 但是你說你是剛開始 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那透過這樣的調整 譬如說你就可以讓膚色更精準 它會比你只調色溫 或色溫為調 取得更精準的色彩表現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是牽涉到 每個人家裡的環境不同 那在色彩管理裡面 它就是RGBCLY 總共有六個顏色 可以去讓你做修正調整的地方 那因為它支援3D 那它也不只是支援說 一般的藍光的3D 包括說 我們可能在YouTube上面 你會看到一些3D影片 它是左右並列 或者是上下並列的 同樣的 這台也可以支援 你只要輸入訊號以後 你就可以切換 可能由上至下的這個模式 或者左右並列的模式 你就可以看到3D的效果 而且它3D的效果表現非常好 那 這樣的一台投機 它當然不是只讓你可以看電影而已 我們需要享受到大畫面的部分還蠻多 比如說像後面在玩game 那game的部分 比如說你有電腦上面的game 你有遊戲機的game 甚至於你有手機的game 你只要接上這個1070之後 你就可以享受 像這個就是憤怒鳥 因為我把電腦接上去 那另外呢 就是上網 我們常常有時候會去網站上面去看一些資料 那有的網站呢 就是圖比較多的 那電腦螢幕在哪個比 也比不過這個投影螢幕的大 那看到大的圖片 其實相對那個爽度就會增加 所以你用來上網其實感覺是很好 那再來就是看照片 因為我本身其實也在拍照 所以我非常喜歡把照片用這個投影的方式來看 尤其是 其實 你如果常用電腦在檢視照片 你就會發現 有時候你在現場用相機看 跟你用電腦螢幕看 感覺就不一樣了 那如果有機會 真的我很推薦大家 可以試試看 用投影螢幕看 那個感覺真的就很像 各位如果在學校有看過這個 校內做什麼 以前有換燈片的這個播放 那個圖片打出來非常的大 看起來感覺很不同 而且實際上很多照片 你必須把它放大看 你才知道 原來這個照片好在什麼地方 所以說其實 不用投影機看照片 那感覺就不一樣了 所以呢 整個這個卡比喻1070 它主要的一些特點就是包括了 它在山坪的空間 就能夠為你打造一個 百吋的劇院 這一點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早期我們不論 你不論買什麼樣的投影機 你幾乎都至少要4米左右 你才有可能會達到100吋 4米其實對很多人而言 你的居家空間就沒有辦法做到 雖然說有人講客廳很大 可是偏偏客廳是 橫向的設計你就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那個縱深不夠 那或者房間房間的話就更不用講 一般人 都會空間的房間大概就是4坪到5坪而已 所以你要能夠 有4米的投射距離是有點難 那再來就是Fu HD 3D的影片 這個Fu HD 3D 我其實在這之前我大概做一點功課 目前市場上Fu HD 3D的這個投影機 最低的價格大概都要6萬多塊 所以其實這也是打出預定器品很特別的地方 再加上它又支援這個電腦的這個 上下左右分裂的這個影像的播法 那1.2倍光源變焦 跟30%的垂直移軸的這個短焦鏡頭 但它就是能夠打造出百寸距離的最重要的元件 那這也讓你在加設上多了很多的便利性 那2000流明的輸出亮度 那我自己實際上拍燈的時候去看電影 我也覺得 這樣子其實是已經很夠了 那你只要稍微把燈光減弱一點點 那如果有窗簾離拉一下 這樣子你看到的影像就非常的漂亮 那當然關於這個部分有些人可能還是會覺得疑慮 那我還是要關燈我要比較暗 其實只要有投影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這個螢幕上是有亮度的 這個亮度在你稍微比較暗一點的環境 它是會反射一些光線在你的前面 所以其實看投影機不會有摸黑看這樣的問題 一定都會有一些光線 更何況你如果是在家裡面看投影機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控制那個光線 那Smart Echo讓壽命配到6000個小時 這個燈泡的壽命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燈泡畢竟還是耗材 它是需要花錢去更換 那6000個小時其實蠻長的 如果說你每天都看8個小時的投影機 6000個小時大概也不夠你看2年 更何況實際上我們也不大可能 每天有8個小時都在看投影機 所以其實這一台的耐用度 我想大家稍微算一下就知道了 那兩組的HDMI輸入 再搭上那個10瓦的喇叭輸出 影音俱全 你也不用去為了 我一定要去接一組音響去傷腦筋 那你如果要看電影的效果好 這不接音響也輸不過去 但是實際上它就是讓你在移動的時候 可以再來這樣的便利性 然後它提供的這個影像調整就像剛剛講的 它有一些人性化的設計 所以說你就可以在學這個採討模式 然後就可以很快速的調整出你喜歡的影像表現 然後兩組的這個色彩管理的這樣的一個選單 你花時間或者說你稍微這個去研究一下 大家怎麼去調整的 你就可以在這個裡面 透過它去調整出一個 忠實且鮮豔層次豐富的色彩 這個部分在很多 你有去看一些高畫質的這個電視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顏色其實對觀感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我覺得這台WD070就是現階段 如果你對於3D劇院的這個投影效果是非常有興趣 甚至於我這樣講 你只要對於看電影看3D的電影非常有興趣的人 這台絕對是你最好的選擇 無論是在你持有的成本上 在你的應用上面 它都帶給你非常大的一個便利性 那接下來呢就有一個部分就是 因為呢為了讓大家能夠了解 到底它投影出來的效果好在哪裡 所以我這邊也準備了一段影片 這個影片是變形金剛3 那我大概先說明一下為什麼我會挑這部電影 有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就知道 它除了這個裡面這個動作的畫面非常精彩之外 其實它這部影片的藍光製作也非常的細密 它的畫質非常好 那畫質好我們要怎麼去看它呢 特別是當我們今天用一個投影機去看 我要注意哪個地方去評判它好不好 其實第一個就是色彩 它的色彩鮮艷度夠不夠 那除了鮮艷度之外 還有就是它在色彩的明暗變化上面的層次感夠不夠 這個待會各位可以從影片裡面 就是那個汽車機器人他們 不論是變形前或變形後 他們的車子的顏色或他們成為機器人上面之後 整個機殼色彩在光影下面的變化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那另外還有就是我們在看顯示器材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除了顏色本身明暗的層次感 還有就是明暗的層次 就像我剛剛講 SmartEgo會帶來一個很好的效應 就是說亮部的畫面跟暗部的畫面 同樣都會有很好的層次出現 所以待會各位在看的時候也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它的片段是剛好到了最後 就是機器人大軍在這個城市裡面對戰的時候 所以裡面的場景有包括戶外的 他們有衝進室內的 那在這中間你就會看到那個場景的明亮度 這個暗的情況下不斷的變化 那從裡面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1070它到底優秀在什麼地方 那其他的部分就請各位 接下來就來欣賞一下影片 好